现在我在我们每天跑步会经过的一个泰文庙的下面 要从这个台阶上山 还是蛮长的 就之前经常上去 今天再上去来拍个小视频 因为它这个比较陡 它这个台阶比较陡 而且还有点往下斜的 这就是坐在台阶上往外看 现在还不够高 等会儿到高点再给大家看 景色特别好 而且上面一点也不热 非常的舒服 好 穿过这个门 就进入这个寺庙平台区域了 它还有个这个塔 这可能是个信号塔吧 这个我亲来朋友告诉我 这个叫做董 是兰娜王 反正兰娜王朝时期的一个 反正吉祥庆祝的 看看 累死了 这上面还蛮大的吧 上面还是蛮漂亮的 你好 斯瓦迪卡 我们昨天也看见她的 昨天过来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泰国女孩 非常漂亮 而且我本来以为她只会说中文 只会说泰文 但她是留学澳大利亚的 然后去过中国好几个城市 英文非常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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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ute 你好 这佛堂上面还有个猫 这里远处就是茶坊村大部分一个全貌 最高点的是学校的大礼堂还有白观音 这非常舒服一点都不晒一点都不热 而且微风非常爽 累死了 休息一会儿 听着能隐约听到他们面筋的声音 来泰国这边没有看过和尚面筋 我去拍个小视频看看 这应该不是机器念的吧 我以为是他们在一个佛殿里面念经 然后好多人坐在一起 你看后面有一个内容 就后面 这边看不清楚 就后面这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也看不出来里面什么样 所以就不去了 很容易就被发现 这小猫好可爱 这就是这个反正这个山顶的泰文寺庙 比较小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不过大家如果也是像我一样 来这个学校支教 然后早上锻炼跑步经过这里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看一看 这边水不知道干不干净能不能喝 看上去是不行的 都出不来水 算了 还是回学校吧 我在这边有看到光复高中的那个银水桶 它应该是从我们学校买了纯水 如果这里有干净水能喝的话 它就不会从我们学校买了 好 回去 一定注意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看见没有 那是一个小水池 不要小看这个小水池 那个小水池非常浑浊 对不对 好像感觉很脏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那个小水池 这是一个温泉 你们相信吗 这真的是一个温泉 水是温温的 它不凉 看 它中间会有一个泉眼往外冒水 当然我们在外面是看不见 水是温温的 看 那边有水泡浮上来了 那就是泉眼 好了 视频到此结束 再见